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com.h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我是Della 今天會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這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Della,你好,大家好 我們不是幫助病人做手術 但有些時候,聽眾或病人必經過手術 但手術後,我們亦可以提供同類療法和劑 幫助病人將傳遇、復原、修復的情況大大改善和快些 袁先生,可以幫助聽眾介紹一下這些療劑嗎 相信手術很多人都經歷過 簡單來說,拔牙 當然有些是用刀開身體的手術 在療法中,有些療劑可以幫助處理這些手術 幫助身體康復得快些 當然,症狀方面,手術後可能有些輕微或嚴重的痛 視乎切除和修復的組織和器官形狀和不同程度 病發症方面,手術後的主要病發症就是疤痕組織形成 有些疤痕組織形成是手術後的處理過程自然現象 有些時候,因為出現黏黏 本身手術的地方出現疤痕黏黏 其實影響可以相當大,痛、不適,甚至中身 手術後有很多疤痕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需要留意,看疤痕是怎樣的 有多大,有什麽顏色 以及有什麽其他明顯的症狀 简单的同學療法治癮 首先,第一件事,有你沒你,生甘车 如果生甘车没效,而其他疗痕找不到 就用上甘斬花,记住 现在讲的是服用,不是外敷 当然,甘斬花也可以用在外敷 如果手術后出现射痛、麻痛、刺痛 主要是服用甘施图 如果敏感腹部器官进行手術清洁 就可以用飞燃草 这是腹部手術胎刀很尖銳的症狀 如果患者手術后出现休克的状态 尤其是大量出现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碳酸C Strontium Carbonicum Strontium Carbonicum 碳酸C,这是一种严重休克 当然,这个可能没什么机会 如果真的不幸运,或者遇到这些情况 记住,我们同学疗法的套装里面都有这个疗剂 同学疗法的预期效果会怎样呢? 当然,可以帮助加快手術预合过程 其实所有手術都可以用得到 到牙科手術、脉牙、中牙之类的 甚至大手術都可以用得着 除了一些简单手術,例如脱痣等 其实一般手術也有机会尽量用这些疗剂 在我们临床上试过无数次的经验 用了这个方法之后,会减低病发症的出现 一般保健的建议,手術前或手術后 通常我们都是这样说的 如果做手術前一天和手術那天 先服了Anica三金车 Anica Montana 30C或200C 不要紧的,手術上有什么就可以用了 手術后一醒,第一次用三金车 30C或200C 三金车由30C开始 每天起码用一次或几次 直到那种肿痛几乎完全消失为止 如果用三金车200C 通常我们不会用得太密 痛的时候才服用一剂 如果用30C的话 这个情况之后可以用得密 密一点都可以 如果手術后可以进食喝水 我们会用凤梨酵素的胶囊 因为这是一种消炎作用的 一种比较好的消化酵素 通常我们都会在手術前 之前有时候用多些维他命 手術后继续用它一段时间 这就帮助消炎 维他命方面我们会用什么呢 维他命C 500毫克每日3次 生、下、升每日50毫克 维他命E每日1200国际单位IU 如果有些高血压 可能用400毫克IU就足够了 还有胡萝卜素 每日5万个国际单位 伤口方面我们可以用金盏花 或者金丝图的丁剂 来稀释它 可以防止感染加速伏缘 这些金盏花、金丝图的丁剂、混合剂 很多健康店都能放得到 个别每一个疗剂的介绍 生金车 通常都是创伤 休克 手术和出血都对 乳伤、手术后的痛 还有生金车的情感 没事的 没什么 记住 这都是生金车的行为表现 还有伤口可能大量出血 或者有很多乳血 很多乳伤 经常想躺下 但躺下的床是很硬 睡不到舒服的位置 这些都是生金车的症状 金盏花、Calandula 通常用来洗伤口 肿痛出血 尤其是拔了牙后 那个伤口还是滲血的 那你就用金盏花 丁剂滲到棉花里 摆在伤口 会加速伏缘 还有我们发现 很多时候生金车用了之后 手术的疙瘩都没有了 一段时间连疙瘩都看不到 你完全不知道 那里曾经有个手术疙瘩 所谓是金盏花 金丝图 金丝图就是Paraquim St.John's Walk 通常用在指尖或脚趾 神经系统有很多手术 特别会痛的 手术后的射痛、麻痛、刺痛 神经痛是很明显的 这就是金丝图的疙剂应用的地方 接着飞燃草 Sephyrsaegria 通常是腹部的手术 腹部内脏手术造成的伤口 还有伤口的部位 触摸它还是非常敏感的 这就是飞燃草应用的地方 碳酸C Strontium Carbonicum 这是出现手术后的休克 因为手术大量出血导致很虚弱 这种情况 我就可以用碳酸C Strontium Carbonicum 这几种简单的疗剂 最大部分的手术 都可以形容得很好 可以帮助很多 谢谢袁医生 刚才提过 一些剝牙 这些都算是小手术 但去到一些大炎手术 有时无可避免一定要做的时候 同类疗剂都可以帮助 例如刚才提过 之前吃多些安妮卡 之后也会再大量 始终手术会有些冤痛 或者有时在复原程度 顺利时 不会引起一些疤痕 或后遗症 这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同类疗剂这方面 可以帮助手术上的复原程度 可以加快和顺畅 所以我们手上 亦要准备一些疗剂 就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多谢袁医生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与袁医生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25773798 想查询有关同类疗剂的套装 或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我们 我们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28824848 海外的听众 亦可以透过Skype 和余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网址 谢谢你元宜室 拜拜 感谢大家收听 收睇 拜拜